小辉柔 小辉柔 辉柔真乖 我记得我那两个小侄儿 这么小的时候啊 都是手指乱戳 找不到嘴巴就哭起来了 辉柔 知道在夸你呢 还对我笑呢 辉柔真是喜欢娘娘 公主认识这日娘娘 我们抱就不笑呢 官家到了 官家 官家 辉柔 爹爹不管有多少不痛快 看见你便也痛快了 也没什么 做不过整日对着面目可憎 言语乏味 小辉柔给爹爹洗洗眼 真香啊 穷州那边的贡品 我大略看了看 别的没什么 有两颗鸽蛋大的夜明珠 晚些时候让廖子送过来 放在辉柔床头的花架上 夜里有点柔光 她夜里醒来的时候 不至于乌漆骂黑地害怕 官家 辉柔不过小小女娃儿 之前那些玩物玉器 就已经让臣妾十分惶恐了 这在贡品中都罕见的珍宝 怕是受不起 说得什么话 女娃怎么了 她是朕独一无二的长女 有什么珠宝当不起 官家气概 小女子怎么比得了啊 天下当娘的都有些相似 总有些莫名地担心 尤其是小辉柔 这么稚嫩的小宝贝 就已经是天下最尊贵的小姑娘了 怕她担得累些 臣妾也是 但是 对着小辉柔 真真是抱起 都生怕挤着压着 你呀 也别把什么夜明珠 当个奇珍异宝 就当是磕在夜里能照亮的珠子 给大人也没什么用 放在小辉柔床头那儿 有些微柔光 又不会太亮 小辉柔夜里醒了 不会满目漆黑 也不会被扰了睡眠 官家想得周到 这珠子给辉柔正正得用 还是娘娘有见识 何儿替辉柔谢过官家 来吧 走吧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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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